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試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 NGX 你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 大家好 有關於香港電台電視報 記者李君雅 這個試用期 叫做戒滿 三年 三年試用期 大哥 做一個公務員都相當嚴謹 現在消息傳出來 證實了 試用期是延長 四個月 要將調查重啟 就是reopen 大家會問 reopen的意思 就是本來已經open了 open了就是開了 調查了 現在調查完之後應該close file closed 然後才叫做reopen 大家就要問 為什麼會reopen呢 調查什麼呢 調查去年7月到11月 在官方記者會 包括對林鄭的記者會 警察記者會裡面 那個提問的一些內容 技巧等等 查完之後 為什麼又要再查呢 然後又為什麼要把試用期 去延長這個 一百二十日那麼久呢 四個月那麼久呢 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 憂慮 不明白 那麼港台這個工會呢 製造人員工會呢 今天呢 就趁這個林大輝 就是說港台的這個顧問 新的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取代了那個糧粉 芽衣 芽衣強 今天呢 第一天呢 就去開會 那麼就 港台製造人員工會呢 就在那裡示威 或者叫抗議 或者表達這個立場 那麼林大輝呢 就是 大家可能會對他 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哦 他是 不是這個良型的人哦 是一個唐型的人哦 他可能處理香港電台呢 會有不同哦 那麼這個呢 我不知道是個美麗的誤會 還是炒謀的誤會 因為林鄭委任一個人進去港台 港台現在要面臨一個 全面被整頓的這個 風口浪尖 那麼委任一個人進去 眾司的處理的手法會有些不同 圓滑很多 但是本質是一樣的 為什麼會有些人會 將林大輝寄予一個厚望呢 他今天回應他回答的時候呢 他就這樣說的 他說 尼龜雅事件 我們有責任提供更多 有建設性中間的意見 如果港台好 顧問委員會好 大家好 香港都好哦 這樣 即是得到這個董建華的真傳 國家好 香港好 香港好 國家好 問到這個利君雅事件的時候呢 他就說 喂 我都在媒體裡看到一個消息的 他留意到 利君雅和港台都沒有回應 他說本人呢 對公務員的體制不了解的 顧問委員的工作 就不是討論個別員工的合約 他說呢 在職場上面呢 合則來就不合則散的 我自己沒有特別意見 利君雅提尖銳的問題 作風是不是不合港台 他說 每個人做事有風格不同的 有人彈有人有人讚 而港台有800名員工 沒有投訴沒有讚美都不正常 即是港元等於沒有講 也都是油花軟 就叫做迴避這個問題 迴避這個問題 其實就等於幫兇 我自己覺得 好了 另一個人迴避問題的那個呢 就是邱騰華 就是邱騰華 邱騰華的說法就是 喂 你問我 就是說 港台這個利君雅這個事件 升遷等等呢 這個局方有沒有角色呢 他就說 港台的人士任命升遷 由港台自行處理 港台記者因受到投訴 局方就向港台施壓 要延長他的試用期 因為有此一說 合不合理呢 邱騰華就說 這樣是將一些假設性的問題 放諸在我身上 政府部門的升遷 僱用以至員工的紀律問題 一貫的做法都要交由所屬部門處理 一定有機制去做的 OK 那如果邱騰華這個說法 是對的話 是真的話呢 作為香港電台 這個廣播的助長 梁家榮呢 我覺得就真真有詞了 有機制去處理了 我覺得這次梁家榮呢 就是說要重啟 重啟這個調查呢 其實如果不是由港台高層 自己下命令呢 雙經局呢 即使要求港台這樣做 港台可以抗拒的 但現在很明顯就是 他說 現在 要重啟一定是港台高層的決定 無疑 雙經局是要給很大的壓力 他可不可以不聽 邱騰華說了 其實是可以的 當然是表面上的理解 梁家榮是可以頂住這個壓力 因為他說 部門的人士任命升遷由港台自行處理 僱用員工紀錄問題 升職還是不升職 一貫的做法是交由所屬部門處理 一定有機制去做 所屬部門 那個部門就叫做 廣播處 廣播處的頭 處長就叫做梁家榮 既然 邱騰華都說交給李處理 你可以對於雙經局的要求 施壓 提議 什麼都好 你可以說不 那些人說不行 他說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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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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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經局不能直接處理 雙經局不能直接處理李君雅 但是雙經局可以直接處理梁家榮 但問題是梁家榮 到明年8月就任滿了 他說明已經不做了 港台發言人說他不想七十歲都上班 明年8月就差不多七十歲了 都上班了 他說不想 不做了 現在政府已經公開招聘人 梁家榮 即是梁家榮不做這個 是早上或後來的問題 可能如果說 雙經局 向梁家榮施壓 要處理李君雅 要Reopen the file out 如果梁家榮說不 可能雙經局會老修成路 讓你弱未滿 我就解僱你 那麼梁家榮最大的損失 可能是沒有了 約滿籌金 又或者沒有了部分的約滿籌金 好了 問題的關鍵就是 梁家榮 頂不頂得住這個壓力 甘不甘願犧牲自己的約滿籌金 去保護香港電台 我覺得 如果在機制上 是有得say no 我認為梁家榮應該走出來say no 真真正正 課真價實地挺直腰板 這句話其實是有意思的 他以往那些做法 都會記得很硬的 是不是課真價實地 這個挺直腰板 我懷疑 為什麼我懷疑呢 因為在頭條新聞這個問題上 大家可能不記得了 我在這裡講過 也不是很多媒體有報導 就是當通訊事務管理局 說對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的投訴成立 然後發出這個嚴厲的警告之後 初頭的決定是馬上腰斬頭條新聞 最後五集都不可以做 直到香港電台製造 很多人員 有些工會 或者工會的會員 或者是 頭條新聞的一班員工 衝進去 跟梁家榮理論 力竭聲絲 然後就抱頭痛哭 然後令到梁家榮說 好了 做了五集 換句話 他一早就已經腳軟跪下 一早就已經不頂 沒有人叫你不做 提出嚴厲警告 但沒有人叫你不做 他就自我歸宿 那五集都不好做 好在那些員工 那些員工 是力鑒才做 那五集 對我來說 做不做那五集 其實都不是很大問題 但問題就是 人家都沒有 都沒有殺你 都沒有拿刀出來 只不過是兩兩 你就已經全部腳軟跪下 同樣道理 尼君雅這件事也是一樣 叫你重啟 那你就答應他重啟 如果不重啟有什麼後果呢 不重啟可能會真的有後果 對於梁家榮自己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說 那現在梁家榮也快不做 你頂著不重啟 換了一個廣播主張 一定是可能會重啟 這是另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一個 新聞的機構 廣播機構的 封骨的問題 全世界都有的 你對上司不合理的要求 要不就辭職 要不就頂著 你說不是 對上司不合理的要求 他說什麼你就跟著做什麼 這個不是一個傳媒人應有的 一個封骨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跟其他那些 什麼CCTVB 現在Now 現在CableTV 換了那些人 有什麼分別呢 完全沒有分別 對你給予大家厚望的話 其實 令大家大失所望 在這件事上 不單止 我們看到 其實 這個問題 你見得到是很嚴重 嚴重在哪裡呢 這次這件事呢 是違反這個程序的公義 是徹底地違反 亦都違反公務員 聲前的公義 一個公務員 入職 我本身不是公務員 我沒有做過公務員 我在香港電台 是暴投合約 一天都沒有做過公務員 公務員的升職很嚴格 公務員的入職很嚴格 你進去 一個公務員 APO 這個位 助理 廣播主任 或者叫做節目主任 assistant program officer 你進去 Probation 使用是三年 每半年做一次審核 我們叫做appraisal 半年 總共呢 三年的話 一年有兩次 即是六次的審核 那個程序 那個規定 入職的時候都知道 有六次的審核 是吧 每一次審核都過關 也要受到他直屬的上司 上司的讚美 說他工作很認真 很稱職 如果不是的話 他做不到三年 他已經要sail nana 要拜拜 不要說三年試用期 可能一年已經要拜拜 如果他真的不稱職 是很嚴謹的 好了 現在三年結束 你簽建了 多一次的審核 而且那次簽建審核 極其荒謬的地方 就是 本來已經是通過了 六個appraisal 通過之後 它可以升 你突然加下去 延長多四個月 你才告訴他 你的審核不是加 三年完了 我要解僱你 延長什麼四個月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吧 為什麼要 reopen the file 分明就是要 再查他 沒有事都查到他有事為止 這個很明顯 就是說他在這個記者會上面的表現 因為問到那些權貴面 青青 口咬咬咬 嘶嘶嘶嘶 回應不到問題 他們懷恨在心 既得罪了個別的人士 例如林鄭 盧偉聰 或者經濟公共關係科 你的高官等等 又覺得 在香港電台公營廣播機構 政府出錢 在他的眼皮底下 有個這樣的記者 做這些事情 他覺得硬著 正如我做自由風的時候 他覺得硬著 我做頭條新聞 或者我們做頭條新聞 他覺得硬著 就要隨之而後快 用盡任何方法 遲早出事 你以為李君雅 李君雅去年 七月到十一月 接著就是收起來了 引起很多投訴 當然同樣地 多 就是萬多宗投訴 引來更加多的是讚賞 不過現在的投訴 他就算了 讚賞就不算 這個又是一樣 跟頭條新聞 一模一樣的模式 於是 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要 做到他 總之查到他有事為止 我覺得這個做法完全是 違反 既定的公務員 升遷的守則 這個不是一個部門處理就可以了 人們入職做公務員 也好 做什麼都好 大家會有個有規有舉 預計到會發生什麼事 我知道我做滿三年 我經過六次的這個審核 這個查核 六次的appraisal 老闆寫我的 沒有畫我的report 寫得我不錯 我是有機會去找錯這個位 然後我又才可以做自己人生規劃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突然間變化我怎麼做我自己人生規劃 我結婚 買樓 生孩子 這些人生規劃 就是下一個公務員 但是今天告訴大家 任何一份工 你千萬不要規劃 你一規劃 他改變人家規則 你就死硬了 現在可能對於很多公務員 就是這樣 要不就乖乖地 你連這個facebook 你都不要有任何異議的聲音 在裡面 私底下跟你的同事聊天 最好是忍住口 不要作批評 否則你一定會出事 情況是這樣 不單止是利君雅 我告訴大家 其實有若干的香港電台的producer 現在處於一個高危的狀態 也處於一個非常困擾的狀態 事情應該是未完的 今天我看到這個 這個立場新聞也有報導 有部分有報導 也不是很完整 這個香港電台的節目 譬如頭條新聞 現在被暫停 這個也很好笑 暫停說搞檢討委員會 6月19日 停到現在超過三個月 檢討委員會 連影都未見 即是回不了來了 然後 這個最後紅藍綠 腰斬 整個抽起鎖 兩個節目都是因為得罪了警察 有人投訴 這個強烈警告 於是呢 就令到節目都沒有了 這一班producer 這班監製呢 仍然繼續被追究責任 要搞到人頭落地 仍然繼續被追究責任 仍然調查當中 仍然要寫報告去回應 新聞 要查到他們人頭落地為止 然後有個別的員工 已經做了很久 你知道 即是在政府部門裡面 要升一個人 要搞很多手續 已經做了很久 會升的了 突然之間煞停 就是問 這個有沒有做過這個節目 有沒有做過頭落新聞 有沒有做過紅藍綠 這個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 做過這一集 哪一集 這一集 那一集他負責什麼 他有沒有把關 為什麼他容許這些內容會出街 逐樣逐樣去問 像不像文法大革命 搞人人過關 我也是有十足十 所以 尼君雅這件事曝光之前 底下已經有很多這些事情發生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就搞你 搞到你沒有人 搞到你意興難生你走 如果你堅持不走 例如是公務員 你又 奈得他不合 你要解僱一個人的紀律聆訊 除非他真的犯了刑事罪 你搞他不走 可能最後 他有很多節目都不用讓他做 職業都不能升 可能在他的位置原地踏步 如果他頂一順的話 就直到他退休 可能就是這樣 這種做法呢 就是 用個別 政治迫害個別的人 個別不聽話的人 個別有靈有角的人 個別會問尖銳問題的人 殺一景白 殺雞景猴 令到其他人 如果你真的想升 你想找找妥妥做到中老 那你就聽聽話話 你不要做有靈有角 香港電台其實 都不用換那個廣播主張 那幫人 在這樣的 惡劣的形勢 白色恐怖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乖乖聽命 如果不乖乖聽命 忍不住的話 就會離開 但問題就是 全個香港的媒體的生態 是越變越壞的時候 他們離開 那去哪裡呢 轉行 那做得什麼呢 整個香港都是這樣 可能最後以慶蘭先生 離開香港 移民 拜拜 重新開始 建立自己的新生活 可能就是這樣 他現在迫害一些媒體的工作者 繼而其實 迫害全香港的市民 最好你就走 最好你就離開 不然你不要激勁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楊家榮 在他 港台 這個 職業的生涯裡面 不夠半年的時間 他不應該 真真正正地挺直腰板 挺起胸膛 為香港電台這個百年老點 這個金七招牌 做回一件好事呢 這個reopen the file 你可不可以收回成命 很簡單 我記得那時候 要檢討 這個頭條新聞 他都曾經做過回應 就是 檢討完了 沒什麼可以檢討 曾經做過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reopen the file 他可不可以說 查完了 我看到 對於尼君雅 在公開的記者會裡面 提問的方式 有我們的結論 我們都跟他做了一些 輔導 或者是教育的工作 改正他這個 這個做法 他沒有犯過什麼大錯 不過可能在語氣等等方面 是可以略作一些調整 查完了 結論已經有了 所以不好意思 file closed 是不會再重開 那就完了 如果他能夠這樣做 我就會對他佩服得五體頭地 作為他的舊同事 他把關的嘛 他守住門口的嘛 他守住門口 不只是為新聞資訊 守住門口 是為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守住門口 將他擋住門外 這點是很重要的 現在整個套路 你看到 這些藍絲 堅仔就是這樣 用鋪天蓋地的投訴 他要抓到 無論你是有 十萬個讚賞 是沒有用的 只要可能有 一二百個的投訴 局方呢 就會一查到底 然後 非要見血 非要人頭落地不渴 那麼容易 有投訴專業戶 那就拼命禮 我就想想 投訴完 這個 頭條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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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投訴完 這個 左右紅藍綠河 左右紅藍綠邀斬 投訴亨槍集 如果成立的話 都沒有了 投訴李軍雅 李軍話 就可能不能留下 逐單逐單 搞到香港電台 什麼節目都沒有 那就找郭佩帆去做訪問 反正NOW已經找了李維琼 做這個大明大訪問主持 日後我們打開電視 就看到這一班人 做記者 這些是名副記者 假記者 去問問題 大家 見怪不怪 除非我們閉嘴 什麼都不看 我經常都強調 有些人 例如我昨天說的影片 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說 我們就看網媒 李軍雅 你不用怕 你出來 做網媒 跟李軍雅一起做 可能最多人看你 做YouTube便可以 我看完之後 這班網友 這班庭蟲 固然是 愛石 愛護 李軍雅 當然是 我都明白 只住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東加不打打西加 很容易就說 但他不明白 做一個傳媒 傳媒生態 不是只有網上的生態 就等於一個健康的生態 為什麼大家要據理力爭 大家要保留這個主流傳媒 香港電台 和其他商業的傳媒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起碼有個規矩 有個機制 不是那麼容易改變他的編輯方針 但今天 很容易失手 現在很容易失手 很快要失手 都要頂住 因為主流媒體的存在 我認為是很重要 特別是在 一個公營廣播機構 一個主流媒體 一個主流電視 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影響力大很多 你不是找一個人出來 自己做YouTube 就等於 他的聲音存在 他見到他的樣子 就等於什麼都沒有變 絕對不是 大家千萬不要這樣想 不要那麼快就退手 應該 寸土必爭 寸步不養 做得多少 頂住得多久 這點是很重要的 在這次的程度 我剛才說 不怕 我剛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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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